鄭吉仲 完全都不懂 農業政策失靈 沒人知道 沒人檢討 陳吉仲 人家說你愛做辦公的家庭 全台灣就會收訪的男人 那真的是要搬給我們陳吉仲 我突然你看不看你了 陳吉仲 你說啟動 難 難等 怎樣 北宋 對 對不對 那陳吉仲你就是在鄭吉仲 你一個政府官員在騙北宋 真的騙到台灣都不行 啟動南淡北宋 本來南淡 南部的淡就是要北宋啊 怎麼啟動 長久不是都是南淡北宋嗎 剛好在啟動 不然我請教你一下 什麼時候你要啟動北淡南宋 你台北哪裡有洋洋機場 你北部都市哪裡有機場 哪裡有在產淡沒有啊 所以第一個 陳吉仲你身為一個 我們的農委會的最高 所長 你講這句話 是 當台灣人民百姓 以及對於你的職務 是一種非常非常 污辱啦 齁 你是在武漁你的職務 你是在武漁 你是一個農業的 一個主委 你還敢說你是個農業博士 你根本對農業完全都不懂 第二個 為什麼 那麼多年來 我們的雞蛋 會沒有那麼大的危機 偏偏在這個時候產生危機了 各位 山頂的朋友 這也是你們納悶的地方 在去年 我們的農業政策失靈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檢討 那時候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的農業 單位 既然跟所有的養殖業角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不鼓勵 不鼓勵 購買新的雞資 在去年就不鼓勵了 新雞不要買 新雞就不要買了 這是農業政策嘛 你跟我講的嘛 不鼓勵 因為怕說沒那個市場 結果新雞不買 新雞不買 老的就是老雞嘛 那你知道 產能來講 新雞 新的雞 養到大開始下蛋 他是一天 24小時裡面 23小時平均下一顆蛋 所以365天 他下的蛋 就將近348顆 這樣你聽得有啦 結果這些新的雞 你就鼓勵購買了 所以就是維持老雞 來下蛋 那老雞下蛋 在整個產能 他是比新雞 還要再下滑 不足5成 不足5成 這樣你聽得有嗎 導致我們的下雞 的產量變成 平均 兩天 才下一顆蛋 以一隻雞來講 這樣 妹妹入行錯了 產能從此 從這一刻開始 你的預估是錯誤的 再來又遇上了 禽流感 就光一個彰化 就鋪殺了多少隻雞 這個才是重點 禽流感在彰化 一直鋪殺 新的雞 你不鼓勵購買 然後你又要 又要鋪殺禽流感 那叫做畜牧處 農業 我們的 農委會的畜牧處 你又 一個政策 叫做淘汰老雞 又加上 氣候變能 又加上 飼料很貴 就變成台灣現在目前這個窘境 難道你 陳吉仲 你在整個政策的指導 跟規劃 跟執行 你沒有行政的疏失嗎 你對台灣的人民百姓 對農業 你不覺得虧疚嗎 我王宥敏剛剛講的 你把所有線上的朋友 再把它規劃一下就清楚了 那 還有一個重點 你到現在你還敢說 南東 南南北宋 南南要北宋 北運 然後再來呢 要趕快升機 是你叫雞馬上購買新 他說進口 跟我購買新雞 就馬上升 那你雞買回來 你都不用養大一點 你都不用有一個受孕階段 你都不能夠趕快讓它下單嘛 所以 陳吉仲 我 我真的要你奪好比例 真的啦 你是 你說你讀農業 我覺得你對農業是完全 不能夠理解 雞蛋 又都欠貴 破棕一直破棕 破棕後沒有改革方法 錯誤的政策 沒有人要負責 最後就是補貼 對啦 錯誤的政策 沒有人要負責 最後就是補貼 然後 沒有人來擔起這個所謂的行政疏失 或者是一個 政策的一個責任額 就算了 你還敢說 沒有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比這個穩定 不然我請教你 不然什麼叫做亂 什麼叫做亂啊 你的穩定這樣叫做穩定 那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亂啊 再來 還有一個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 陳吉祥 人家說你愛做官公的責任 而且 不然要打這個就算了 你連這個說 你的整個施政方式 跟整個 你的領導下 台灣的產業是穩定的 我真的 在前陣子 我有講了 我發現了 全台灣都會收房的男人 那真的是要頒給我們 陳吉祥 我們的前主委 這是我的看法 新機 你的新雞 你不需要買 你也不需要 拿早上預測說要買 你把他撈老雞 老雞本來就比較不生 你才把他鼓勵他生 你不就把老雞 像沒有電 他說用愛發電 那現在又講那句話 如果老雞不生 你不就每天跟老雞說 老雞你快生 拜託你快生 我們用愛發電 你趕快生 這個不是這樣子 老雞本比較不生 他跟新的雞本比起來 本來就是產能要節省五千 你節省五千 你說獎勵 蛋農機要生蛋生產台金 三塊錢 獎勵 飼料起雞起多少 你的獎勵三塊你追得到嗎 再來市場機制軟體 各位觀眾朋友 爸爸媽媽 你們在買雞本就知道 這間雞本 二十三塊 現在你在假想你去那邊看 這間雞本 五十二塊 你你補助了這三塊錢 有意義嗎 還不是全民買單 對吧 你補助他三塊全民買單 雞本起到這麼高 也是八成要買單 那你還敢說 蛋 蛋 蛋中機 代養費用補貼又多少 陳吉仲 你來認譽說 拿我們八成 辛辛苦苦納稅人的錢 這名子名高 讓你三年一直補助你贏 沒錢一直舉載 請問一下 我們這裡的台灣 我們的孩子是時候 我們台灣這邊土地要怎麼做 這種的 你還不繼續做這個官嗎 真的大家對你只是 一陣子